很多夫妻他想要生 但是他也需要一些新的医疗技術的帮忙 我觉得这个我们都应该支持 甚至是用健保来帮忙 那我觉得同志的婚姻平权 我们已经从2019年开始演变到 现在我们社会的支持跟包容也更大 我觉得再进一步的去把生育权纳入 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跟进展 我也是会支持的 但是代理孕母这个问题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真的涉及的层面比较复杂 我们社会还需要更多的对话 人工生殖这个比较单纯 我想很多女性 尤其是女性 现在选择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不一定想要结婚 可是也许他也是有能力去抚养孩子 我觉得我们社会的需求越来越大 包含很多的夫妻 我们其实少子化问题很严重 很多夫妻他想要生 但是他也需要一些新的医疗技术的帮忙 我觉得这个我们都应该支持 甚至是用健保来帮忙 我觉得同志的婚姻平权 我们已经从2019年开始演变到 现在我们社会的支持跟包容也更大 我觉得去再进一步的去把生育权纳入 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跟进展 我也是会支持的 但是代理孕母这问题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真的涉及的层面比较复杂 包含医疗法律以及这个很多的层面 那我觉得这事情我们社会还需要更多的对话 那政府在现在这个阶段是不是就要 马上去介入这个议题的辩论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收集更多的这个意见 但是我觉得人工生子的部分是 我们应该是可以支持的 那我觉得同志 我就要再回去讲我2019年的心酸 那时候在花莲要抹黑我的都说 如果让小美琴当选以后花莲就没有小孩了 以后都没有阿公阿嬷了 然后会绝子绝孙 我的对手还跑到人家结婚的场去这样讲 我想人家在结婚你去讲这个 可是就是这样 我们社会有太多的偏见跟误解 那我自己也认识很多的同志家庭 那也是很好的家长 也可以带出孕育出非常快乐的小孩 那我觉得我们既然社会面临少子化的问题 有能力跟意愿来扩大家庭成员的这些家庭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给予他们最大的支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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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